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坐 请坐 谢谢 欢迎来到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频道 这个是全球补水领先品牌 温碧全直来直网 我是李响 欢迎18位大人 有请 欢迎大家 欢迎杨景老师 也谢谢我们的100家企业 对直来直网的支持 谢谢 欢迎大家在看您的时候 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或者直来直网点TV 各位朋友教授 拿到九转的以上 面对100家企业的求职者 可以获得小洋人集团 提供的妙恋职场大礼包 马上我们要有请 今天第一位求职者了 通过短片认识一下她 我吧 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外眸协会的 其实我本人长的呢 i'm gonna hit this city before I leave brush my teeth with the i'm gonna leave for the night i ain't coming back back i'm talking pantacure on our toes toes trying on all our clothes close boys blowing up my bones bones drop top 是你太软了 我一直在想韩国 你一直在韩国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 还挺招人稀罕的 难道我就是那种 大家说的那个 腼腆的万人迷 开个玩笑了 这都不重要 不重要 因为吧 今天我是来找工作的 又不是去相亲的 你说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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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期待啊 这样一个中西通吃的人 到底长什么样子 有请 大家好 还好吧 对不起对不起 一不六神说实话了 就是跟响哥比较还好了 没有没有 我一直都不是以外貌取胜的 我是所有特别性的 小哥的 好开玩笑 来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朴晨熙 今年刚刚毕业于吉林大学 本专业是软件工程 辅修金融学 在校期间呢 也担任过校社联主席 院学人会主席等职务 今天来到直来直往的舞台呢 希望找一份与人力相关的工作 目标薪资是根据岗位而定 希望能到5000到6500万元之间 谢谢 好 来跟朴晨熙一起进入他的职场零距离 9号 新视线杂志陈娇娇 当一个那个外贸协会的会长 去担任人力资源HR的时候 你会不会倾向于找漂亮的人入职啊 不是 我这个 因为我说的时候 外贸协会其实带眼号了 没体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外贸协会吧 就是 大家都喜欢看帅哥美女是吧 都愿意看翔哥这样的 但是我们 我的这个外贸协会说 我和我一个朋友 同时认识一个新的同学 我可能对他的外贸 和他第一天见我的时候 他的眼神啊 他的神态啊 他的动作 他跟我说了什么 会印象记得稍微深一些 陈希 当你去面试一个 人力资源的工作的时候 我特怕 聘到你这样的人 就是你过于主观 你明白吗 你自认为你自己这方面很强 你就会给我一个主观的判断 因为可能你在初次面试别人的时候 我是看不到的 你回来向我汇报 你会告诉我 通过我 你不是通过交流啊 你是通过观察 我通过观察到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这样他有可能会 让你的判断不客观 我觉得做HR的话呢 首先你看人得准 如果说在短短的时间内 我比别的HR对他的了解更多 我才能确定这个人 是不是我要选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 来 十八个大人 对于朴晨熙 第一项 请集体来做一个表态 思考开始 你的VCR的选择特别不好 就是你把观众的胃口都掉出来了 期望值特别高 但你出场以后也同时相应地带来很大的失落 尤其你站在响哥旁边 11号 岳律师 小条 你好 你看现在是八盏灯了 你刚才上来的话就跟我们讲说 你能够一眼就看出这个人来 那就是说凭的是第一印象 现在就是通过这个第一印象给你的回馈 我们对你的第一印象其实是不好的 但是其实来讲你感觉到会很委屈 因为你觉得你没有把更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 也就告诉你了 不能够真的完全凭第一印象 或者说第一眼去认识一个人 13号 上涛 陈希是这样的 其实我是特别相信你是真正优秀的 只是你的表达形式或者表现方式 有点外露的让很多人接受不了 每个人都应该有优越感 但优越感就像内裤一样 你得有 但不能跟谁都得说 我有内裤 我有内裤 我今天穿内裤了 这样是不好 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 好 进入到职业正能量 陈希跟我们带来什么求职展示 可能刚才大家有一个 觉得我是第一印象批判别人 所以我想再跟达人来一个交流 好 上涛老师您给我提一件了 你想 就我来吧 好吗 那就是 上涛老师您看你能不能说之前的一段经历 这样说让我来看我对你的印象到底准不准 如果上涛老师骗了你呢 我尽量发现呗 好 明白了 你就是要一个我说一件事情你来变真假 你要把你的气焰再重新点燃 行 我明白 我这个状态还很不错的 确定 确定 OK 我想一想啊 说哪段呢 说哪段呢 这么丰富 哈哈哈 第一是这样的 我从前曾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 然后有一次在这个体育场的演出 我带队下场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那个场大概有一米八高 然后是我就因为太投入太年轻 太不知好歹了 然后是掉下去了 那这样那个其实我挺感兴趣商涛老师当时跳的是什么舞 您能给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维吾尔族的那个点位专 那你简单来一下行吗 我为了配合他我也可以来 哎哎哎 点到极止啊 意思有就可以啊 小心 谢谢 谢谢 谢谢阿桑老师 谢谢 非常感谢上桑老师 这样上老师 我觉得这段经历对你来说也比较重要 您能大概说一下 当时您从台上跌下来 或者是发生意外的时候 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或者你是什么感觉吗 空白啊那会儿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落地的时候 我还在想我的过去 我都 那尚老师 我再问您几个问题 我想出来了 假设咱们北京开了一家鬼屋 特别出名 然后也特别新奇 然后咱们的杨卢老师呢 作为女孩子特别想去 但不太敢 然后叫您一起去 您去不去 不去 那尚老师您要自己去呢 更不去 可能是你们学校需要 有一个工作需要 需要您去进去走一圈 包括比如说 画一个鬼影妆什么的 要您这样 上哪去 鬼屋里面 我不去 好 谢谢尚当老师 非常感谢 你就问完了吗 差不多了 因为太多的话呢 我也没有一眼十人的功力 你相信我之前是一个 职业的舞蹈演员吗 我相信是舞蹈演员 但是我不相信您真的跌下去过 为什么呢 你没看我现在活生生的 站在一个化妆师的舞台上吗 我现在从 我从台前转到幕后了呀 尚老师 您会不会把自己 放到一个那样危险的境地 就是说 对于您这样不敢去鬼屋啊 或者说不想去探险的 这样的性格 可能你不会 那么轻易的 让自己受那么严重的伤 恭喜你 你答对了 我那个 是一 从前是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 但是就是 那个 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我带队下场那一次 成为我们歌舞团的一个笑话了 我把所有的人都堵住 因为我找不到楼梯了 找不到台阶下去了 当第二个节目上场 已经开始的时候 我才摸黑 那个找到一点灯光下去 然后把所有人都堵住了 然后为此那个 我们那个领导 非常严重的批评了我 我当时 甚至现在 我都特别的 不赞同他对我的批评 陈希 虽然上涛老师说 你这个问题答对了 但我觉得整个过程 让我看起来特别无厘头 就是你的判断方式 这应了刚才我说那句话 你幼稚 你明白吗 你没有曾经掉下去 把脚摔完蛋的 那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你的 你现在意想的想法 跟现实完全没有关系 这道题是你蒙的 你明白吗 没有任何意义 六号 天席永泰 亚东 陈希 我先肯定你 OK 你前面的判断 全都基于你有 深厚的心理学功底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什么 就算这些技能都是你的 你确实看人很准 但是我们都知道 一个好的HR 需要学点心理学 这意味着什么 心理学是HR的一个辅助技能 就你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一个 比如说一个优秀的HR 他该的 比如说他对财务 他对劳动法 他对法律 以及绩效 考核 制度设计 这些核心业务能力的任何展示 明白吗 别人都在拍你 我盯你一下 我觉得 我跟你留灯 一定是很看好你的 你有几点素质 我觉得 第一 很自信 第二 我觉得很真实 真实在意是说 你觉得你有优越感 就展示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挺好 甭管内裤外裤 我觉得展示出来就是好事 学历实践 社会经验 外在形象都非常好 世界上唯一一个把内裤穿的外面人居然拍成电影 就是挺好的 保持你的自信 展现最真实的你自己 像所有人 像这个社会的所有人 就行 来 谭晨熙 有什么要说的 我是这样想的 我并没有说给大家想 把我那些什么一眼时人这些表达的这么明白 因为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觉得我能站在这 首先我必须对自己有一个最精准的定位 包括刚才说的薪资 我会要做的工作 因为我并没有做过HR 但是我之前会有 我自己能做就是去了解他 所以说我现在表现的所有的东西是我的一个了解 既然我受到了老师的反馈 我就不会太去在乎我自己之前想的那些东西 我也希望在接下来当中 老师能看到我现在所想的东西吧 谢谢老师 好 现在还有八盏灯 请问一下各位对谭晨熙的第二轮判断会怎样 思考开始 来为自己争取一下进入到直面新未来 我不确定能有多少公司为我留下 但是我知道我站在直来直网 有这个机会直接面对你们 跟你们去交流 是我有机会把我除了简历之外 我的个性啊 我的想法啊 我之前对自己一个定位要表达出来 为什么我说做HR的优势我要表达出我看人很准 是因为我乐意去交流 我愿意在交流当中提取我要的信息 并不是我这个人走在大街上 我看一个人就要猜猜他是干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说第二我说了这么多 也是为了博得一个信任 因为我觉得HR招聘的过程中 就是互相赢得信任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今天能获得你们的信任 我觉得站在这里面是也值了 可能这个信任会帮助我走得更远 谢谢各位 好 自改良能企业 你们会为你合适的工作 需要为调晨熙的 请告诉他 有意思 最后两点能但是跟教育相关的 先问一下 16号新世界幼角集团提供的工作机会是 我觉得他很适合做市场方面的工作 他的沟通能力表达能力 而且他反应非常快 而且善于乐于跟沟通 所以我们会提供一个市场方面的工作给你 但是可能薪资待遇没有那么高 大概是3000到3500元 谢谢 我给你一份人力专员的这样一个起点 薪资是2500 好 来 程熙 做一个选择 我对薪资要求真不高 我想多做一些东西 我选唐嘉贤老师 好 谢谢薪资对我们的同团 有请徐有缘 送上推介细 谢谢 好 谢谢您 谢谢重演 谢谢嘉贤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对于我这种美食厨娘来说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每天在学校里 我要做三百多个汉堡给别人吃 小到选材 大到烹饪 当别人美美地吃完我做的饭后 那一刻是我最享受的时候 让大家咬的第一口 就是细细软软的 特别好吃 欢迎美食厨娘 我叫童周 我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今年就读大三 酒店餐饮管理专业 然后今天呢我想来这儿求职 求一份有关餐饮部的工作 目标薪金为两千五到三千元 谢谢大家 欢迎童周 美食美女厨娘 你身边的一些朋友 就是做你的朋友应该是获益良多吧 我觉得我身边朋友应该还挺幸福的 因为我最大的爱好就是 自己在家里边做一点小吃的 然后或者好吃的 邀请朋友来家里边吃饭 你只要有时间 你的爱好就是自己在家做吃的 然后等朋友来吃 对啊 我觉得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天哪 您不想吗 你是说我不想做吗 还是我不想去吃吗 您不想来我家吃吗 所以你是一个慈善机构是吗 并不是 我觉得能跟朋友们一起分享美食 是世界上最欢乐的一件事情 难道不是吗 当然当然 所以从采购原材料 到那个你都是自己来 对 只要大家来吃就行了 对 而且 需要帮你洗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那每次来吃你们家东西 就走的那些人 他们的良知何在呢 我觉得既然别人来我家做客 我是主人 别人是客人 别人是不应该动手来帮忙的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 我问你个私人的问题 你有朋友吗 我现在没有 之前有 对 就是因为太多的人来家吃饭了 我受不了了 也许是我没问过他的观点 哦 就是 手一块吗 我一天要做三百来个汉堡包 我现在 三百多个 所以你平均一个汉堡要多多长时间 想跟您吃一个汉堡 吃两口需要多长时间 为什么要吃两口 大概从咬下去到咀嚼 应该是大概十秒钟时间 相当于您吃一下第二口汉堡的时候 我又可以给您做出一个新的汉堡 哇 好吧 进入到几场零距离交给老师们 十三号上涛 童中是这样 看你的介绍短片里面 你是一个非常形象 非常不错的一个女生啊 你出场有点雷到我 每个女孩子都爱漂亮 你为什么选择穿着一身厨师的装扮 而且穿着非常不适合你的短裙 因为咱不适合露腿 你能感觉到吗 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有点胖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上涛老师 您觉得我漂亮吗 我觉得你漂亮 很漂亮 就是我觉得 就像大家说的 一个人在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 她是最美的 我觉得我热爱饮食 我热爱烹饪 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最美的 我非常认可你说的话 谢谢 这样童中 但是你从出场到现在 我也恍惚过 是什么恍惚呢 我是觉得我们是一个求职节目 你现在所有展示的 不管是短片 还是你出场的这么一个表现形式 包括跟响哥的对白 我是觉得你特别会 能够抓住男人的胃 而不是说你展示的东西 是可以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工作 那么你今天穿一身厨师装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你是找厨师 还是管理部门的工作 现在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就是餐饮部分 它应该分为基层 而且还有中上层 我觉得如果你想做好 这项工作的话 一定要从基层做起 大家觉得应该给陶亚东和潘晓晓发言的机会吗 好了好了 亚东 哎呀妈呀 响哥终于让我发言了 我的问题很正经的 其实 那个童中 我看到你出来 我就特亲切地想到我老妈了 就是因为 是这样的 因为当年啊 我老妈就是有一手特漂亮的油炸臭豆腐 把我老爸搞定了 老爸口味真重 你在餐饮部门工作 如果是在前台的话 避免不了要跟客人有接触 那万一遇到那种有点好色的客人 比如像潘晓晓这样 那你怎么办 其实这个问题我确实是遇到过 就是在打工的时候 有一次我在做Omelet 就是类似于咱们北京的鸡蛋灌饼 一样的东西 有三个男生 他们已经点过了一份Omelet 但是第二次 他们又来到我的这个counter 就是我的这个柜台 然后还要再点一份Omelet 我就向他们确认一下 你们真的还需要Omelet吗 然后他们说 我们还会来第三次的 然后叫了我一声Omelet Princess 然后给了我个favor 叫你一句什么 Omelet Princess 就相当于是蛋卷小公主 鸡蛋灌饼公主 对 可以这么说 接下来 斯巴尔达人 来 给同舟 第一印象怎么样 思考开始 谢谢大家 杨锦老师 刚才上涛老师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关于你的求职方向的问题 从你的回答中间 我看出了一点 就是你不太勇于直面你真实的兴趣 其实我能感受到 你现在目前真实的兴趣 就是做餐饮 就是制作 但是你可能会受于外界的评价 或者是考虑到长远的发展 和社会的认可度 你会把它拔高 拓展到餐饮馆里这么大的范围 你要知道 一只手表能告诉我们准确的时间 但是一个人拥有两只 时间不同的手表的时候 这个人反而迷惑了 所以这时候 你就会让达人老师产生怀疑 谢谢杨老师 来 进入到职业正能量 快一看 同舟给我们带来什么求职展示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 我昨天晚上连夜感制的 就是制作的小饼干 DIY的小饼干 以及核桃酥 还有芝麻饼 还有 还有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Omelet鸡蛋灌饼 以及我自己做的鸡肉卷 因为各位老师平时呢 都很辛苦 所以这些事情 我帮他们代劳好了 就是我想跟大家先说一下 就是可能我这个 每个是鸡蛋灌饼 这个 这个是美国的鸡蛋灌饼 对对对对 说到鸡蛋灌饼 我认为我个人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没有肠啊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美国的鸡蛋灌饼 有培根啊 对对对 香菇 香菇 洋葱 洋葱 胡萝卜 胡萝卜 青椒 零分到一百分 这个鸡蛋灌饼 我个人认为啊 以我叱咤京城这么多年 吃鸡蛋灌饼的经验 九十分 有哪位老师对于饼干 很有发言权 很有发言权 张淼 然后赵丹 我也相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我是自己DIY出来的 这是一个响歌的响字 但是我在 对对对 但是我在挤地铁的时候 不小心把它弄碎了 不好意思 这是 你还想弄碎了 有哪位老师自认为对核桃派有发言权 哈达东我真的没法叫你 我要叫你的话 我不叫潘笑笑的话 还要记恨我 好吧 我下来了 下来了 那个 你们吃的是不同的剧棋吗 我吃的这种 多少分 嗯 客观一点 99分吧 好 这个多少分 我觉得100分 好下 好下 我觉得我是个特别有发言权的人 我做过两档美食节目 这个Cookies 就这个小饼干 就吃到嘴里的时候 真的特别的酥 而且 不管是甜啊 还是它整体的味道 特别的适中 而且我觉得形状还蛮漂亮 非常好 我觉得 我觉得呢 真正的金矿是核桃派 哇 太棒了 你核桃派 好了好了 不开玩笑了 接下来有哪位达尔老师 想来认领的 可以随便来 等等 等等 我说是认领 你应该不是认领人啊 哇 核桃派太棒了 我想给杨老师送一块 不好意思 这是芝麻饼 希望你喜欢 我们导演谈的也没有留 如果大家想吃的话 随时可以找我 随时都可以为大家烹饪 吃过以后想发表感言的 有没有想说一下的 12号 雅之人生杨璐 我去抢了一小块 然后尝了以后 味道确实是跟国内的 饼干的味道不一样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在选择食材上你是怎么做的 我做这个Piccan Tart 核桃酥的时候 我想买的是香草精油 因为我希望把那个山核 精油 也就是相当于是提取 所以你是不是加了点别的东西 对对对 有天赶 我都为你们想哥咬一口 然后就 因为他平时我觉得他还蛮矜持的 但是刚才那个 真的真的 我没抢到都被他吃了 我特别想尝一口 到底什么味道 过来啊 咬你的口水就算了 童周 你做的那个核桃酥太正点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那个节目 有可能也会达到 《非诚勿扰》的效果 就是很多的男嘉宾 会管你要电话号码的 我马上待会联系 《非诚勿扰》制作人 太妙了 这个 我现在可能 一下冲击力太大了 我还没考虑好 等你考虑好了 告诉我们啊 上头 这个童周是这样的啊 我生活当中离不开一个饼干 谭语之道 叫白色恋人 但是刚才我吃了就是 那个月律师 带回来你做的那个饼干之后 立刻就被融化掉了 你不能考虑考虑 学习化妆来上头造型吗 啊 美食造型师 美食造型师也需要宣传自己的呀 穿衣品味啦 化妆啊 发型啊 我先替上涛说一下 确实如果说学了造型的话呢 对你找到另一半会有所帮助啊 就是解决个人问题 那我回到说 做的这个饼干上面 确实做得不错 那照我爱人的话 差了一点点啊 哦 我们我和着我们夸了半天啊 他跟他媳妇卖个的乖 喂 同舟 其实我发现有一个特别大的潜质 未来有一个发展方向 我建议你就是先去找一份餐饮的工作 但同时要不断地去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可能在两年三年之后 你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大家非常欢迎和喜爱的美食达人 到那个时间 迁到东方风行来 我们把你捧红 夏老师太不像话了 刚刚答应我 我一定要帮你争取这个女孩到你们马会工作 然后自己就开始推荐职位了 我也要特别不矜持地来争取一下你 然后我们那个加美口腔呢 有一个自己的这个马术俱乐部 一般一周有一个两到三次的这样一个聚会的安排 所以我觉得你非常非常适合我们 所以希望你考虑 谢谢张老师 我会自己考虑 学美留学没有相关的职位提供给你 但是我们欢迎你作为出色的留学生的代表 来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一些社会活动 好不好 我支持你 加油 那大家听出来了吗 有什么不同的声音吗 我想要提醒你一个建议 因为刚刚你收到了很多很多的橄榄枝的诱惑 对吧 这个造型 那个造型 还有将来成为什么什么达人 我觉得那个是你未来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但是现在你一定要坚定自己最初的一个出发嘴 包括你的初衷 因为看得出来你是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 热爱美食 热爱分享 所以我倒觉得这一点啊 在你选择这个哪怕是实习工作的时候 起点一定要给他定准了 好不好 谢谢张老师 各位达人老师 对于同舟第二轮评判 请思考 谢谢大家 现在我可以说一个细节了 就刚才在所有的达人老师这个蜂拥而至的时候 他突然拿出来一个饼干还是核桃派 他跟我说说 我可以跟杨锦老师送起码是太长一长 哎呀 杨锦 感动吗 可能是我刚才说的一些话进入了你的心里 但是首先也是你心里先有那些内容 你才能听得进去我说的话 我本身认为你就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姑娘 所以你的美食才能受到这么多达人老师的追捧和喜爱 所以最好的东西 最尖端的东西 不管是艺术也好 美食也好 其实都跟爱有关 所以我希望你把你身上攒满的这种母性的爱的能量 源源不断地散发出去 谢谢老师 来 直面新未来 我们给同舟自己争取的机会 就像 其实大家看到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可能有点微胖 其实我并不是吃胖的胖 也不是天生的胖 是因为我小时候有过敏 我是高敏体质 对防腐剂过敏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都不能吃 有段时间可能我只能吃糖泡稀饭 或者是甚至连青菜都不能吃 因为有些青菜上面会有防腐剂 然后呢 我就如果我一犯病我就必须去打激素 我这样打激素几乎持续了有两到三年 就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体质 所以我在制作每一道美食的过程中 我会以对自己的要求去对待别人的食物 所以说刚才就像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但是不小心被打断了 不好意思也是我的问题 就是其实我的核桃酥里边是放着花生酱的 还有我的那个肌肉卷里边是有吞拿鱼的 这两种食品其实是有易感人群 就是他们容易吃了会发生不良的反应 所以我希望能够提前提醒观众 好 来各位老师 接下来第三轮对于同州的评判 请思考 好 来各位老师 接下来第三轮对于同州的评判 请思考 谢谢大家 同州 同州 可以打开大门 怎么还飙呢 我想选择长富工饭店 长富工饭店 好的 好我代表 我代表长富工饭店的答案老师送上推荐信 恭喜 谢谢大家 好 恭喜 谢谢 谢谢大家 同州同时获得了小洋集团集中的妙恋机场大礼包 是没有你平线 太日落的改变 在热闹的大街 人和绕夜 乘邀您关注 直来直往 报名方式 短信编辑883加留言 发送至106个620 电话拨打0108188 0088 发送电子邮件至 zlzw at vip.新浪.com 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新西兰专场即将启动 我们的导演团队会去到新西兰 将会把直来直往更多的好机会 留给在那边求学的同学们 人和交易 提醒大家 现在评论下方给吃的是直来直往的报名方式 请大家看仔细了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求职者的短片 大家好 我是曹霞 虽然我出生在北京 但是在美国生活已有23年 现在是美国国籍 在美国 我经历了7年的餐馆打工生活 后来分别在美国500强企业 美国政府机构 和另外两家美国本土企业工作将近10年 如今的我 虽年近半百 带着几乎于破产状态 和满身的伤痕回到国内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再次重新站起来 希望我们可以扶他一起站起来 有请 欢迎 大家好 我就是曹霞 今天这事 打扮的意思是 我想给大家献个丑 跳一段民族舞 好 欢迎 欢迎 我刚以为是粘上去的 原来它是需要稳定性的是吗 我知道了 其实相当于我跟你说 我站在这儿 扔都可以扔到那个地方去 好好好 还是蛮厉害的 那个为什么给我们带来 这个是蒙古族舞蹈的表演 我就是想 这个青春的容颜 随着这个岁月的这个退去 可以褪色 但是呢 青春的心情 是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一道风景线 我今年50岁了 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 法律系 然后呢 分配到了北京第三律师事务所 通过了这个绿考 担任过这个法律顾问 带领了北京最大的一起贪污案 两年多以后呢 因为这个要陪伴这个家人 远渡重洋到了美国 通过努力吧 取得了这个美国的SDSU的这个 药物管理 这个医药管理方面的MBA 今天呢 我来到了这个海外华人最火的这个求职这个舞台 希望呢 就是说 寻求法务方面的偏重于这个信息管理 我的期待的月薪是两万 谢谢 谢谢曹姐啊 我们是海外华人最受欢迎的求职节目啊 是的 其实是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精神实量 就像这个国人追求美剧一样 其实这也是说我们海外华人的追求 谢谢 谢谢 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让曹霞 他换一个非舞蹈的衣服 再来给我们进行下面他正式面试的开始 好 我们稍微等他一下 我们一起进入曹霞的职场零距离 师姐好 大师姐了 87年 师弟好 师姐呀 那您是 您讲说 说在美国有20多年的经历了已经 那这20多年 应该也没有和法律是相关的工作经历 对吧 虽然我没有这个美国的律师执照 但是我一直是做着跟那个法律相关的 做的大部分的应该是美国法律的研究是吗 对 我这个也要回来打官司嘛 所以我对中国的法律呢 我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那么是打什么类型的官司呢 主要是这个婚姻财产 这20年来 国内的这个法律体系的整体的建成 包括说各部法律的 我们的说出台呀修订啊 是有很大变化的 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可能存在着这种脱节 尤其是商事法律方面 是存在着脱节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做法务工作呢 其实啊 做法律人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 你有什么样的技能 或者说支持 知识 能够支持你在国内的找到一个法务的工作 其实我的学习能力还是蛮强的 那为什么会又提到说是一无所有 而且还是带着满身伤痛回来的呢 我的先生呢 他是要追求这个院士梦 所以呢 就是为了这个支持他这个院士梦 所以呢 我就是等于说承担了家庭的这个经济啊 这个负担 但是就说你说 为什么我就是几乎负债 因为呢 他是这个贪污了这个130万左右 所以呢 我呢就是说 把我的积蓄全部拿出来 既然我们还是夫妻 我还是有这个责任的 曹大姐是这样的啊 你有没有发现 从你出场到现在 我们全场的情绪和气场比较低沉 你释放的能量不是特别的正面 我非常高兴的看到你非常喜爱民族舞蹈 你刚才给我们展示的也特别的好 如果你有爱好的话 把爱好那个发阳光大 甚至组织你之前的老姐妹们 一起快快乐乐的重新开始生活 不要纠缠过去 嫁错狼啊 选择错了城市啊 然后是之前的过去 我觉得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 谢谢 问问大家第一项对于曹霞 来 谢谢 首先我特别钦佩您的勇气 虽然可能有些老师会感受到你带来的气场 或者你的语速怎么样 但是我是觉得 首先我接纳 因为很少有人在受到生活的打击一下 还能这么快速地做了一个自我调整 来到了这个舞台 更多的人可能是选择先去自己去疗伤 但是在职场方面 法律工作它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 它也是随着社会 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不断地加进新的内容 我们生活和职场经常是并行的 的的确确我们要做很好的准备 谢谢 好 来看一看 能不能来一点正能量 进入到职业正能量 陶霞 你的求职展示可以给大家 OK 我就展示一下我自己替自己打官司吧 2011年的时候呢 我就是当时我是帮他这个去修改一个他的这个文章 那么这个就是偶然当中呢 就发现了一个就是说很暧昧的一封邮件 那从此呢我就呢这个进行了这个调查 调查以后呢 后来我就发现他把这个两处房产呢 就是给了不同的两个女人 所以就是说这就是说让我促使我回来打官司 可以把我那个这些证据拿上来 这就是说其实我还是就是说没有完全这个忘记 我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专业 我还是用我的自己的这个法律专业东西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个那么这些取证呢都是靠我自己 我也这个运用了我这个在上学期间呢 学的一些心理学 给了他一个突然袭击嘛 然后这个他就承认了其中的一个又跟我这个爆料了就是更加进一步的这个情况 但是也是这样啊 我们说一个离婚诉讼的话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学法律的人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诉讼的一个能力 或者是一个要求一个简单的一个明示诉讼 公司法是在你走之后出台的 证券法是在你走了之后出台的 刑法我们说在79刑法的话 我们说97年开始修议到现在已经是有八次的修正了 那么这些法律的话 其实来讲是对于一个公司法务才所必须具备的一些能力 我们说国内的法务工作更多的是专业性的 从合法合规的这个角度来走的 曹大姐 我不是阅律师这法律专业人士 但是我告诉你两点 可能你不在中国太久了 第一 我公司的法务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块 我刚才也问了一下我身边的达人 基本上都在四五千块这个水平 第二 我公司的法务从来没有替员工打过离婚官司 谢谢 其他的都是小事 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来的定位可能出错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资源挺多的 事实上很多的工作可以向你开放 对吧 比如说可以来往与两国之间做一些文化交流 类似这些 甚至哪怕是跟法务有关系的交流 我觉得都可以 曹姐姐 我们岁数都比你小很多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提醒你两句 我刚生了孩子 孩子也是我自己带 但是我绝对不会 我应聘一个少儿的营养家 或者说带孩子的一个专家 那么你刚才 这个离婚官司自己去打 但是并不能证明您可以做公司的法务 我觉得这个两个之间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痛苦有的时候也会变成一种上瘾 它就像毒品是一样的 然后有的时候伤疤会越接越大 但是我们生命是特别有限的 然后我真的希望您能够怎么说幸福起来 就是真的像那个像涛哥说的那样 把那篇翻过去 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 好 来 接下来 我想请还亮着灯的十一位达人考虑一下 第二轮思考 曹霞的状况会怎么样呢 请 其实我觉得曹姐姐心里呢 有两道坎 一个坎呢是你如何达成未完成的心愿 比如您的律师梦 但是也要看外界的客观是否接纳 帮你去完成这个愿望 那第二道坎 其实您是过度牺牲 埋下了一颗希望同等回报的种子 当这个同等的回报化成泡影的时候 你也会沉浸在相同等的补偿中间 好 进入到直面新未来 最后争取一下为自己 我想让大家呢 先看一段呢 这个我在北京 现在生活的一段视频 那我们每一个人 当这个成功的时候呢 并不意识到家有多重要 父母有多重要 当你这个真正的受了伤的时候 你才发现这个父母 永远是就是说最爱你的人 怎么样 还行吗 爸 上哪儿溜达去了 园谈 你们那天不是去那个什么了吗 园博会了呗 但是很残忾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 应该是说孝敬父母的时候 但是我真的现在是没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片中呢 这个那个人是我的老父亲 今年80岁了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57平米的一个房子里 他睡卧房 我就睡在这个沙发上 睡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 我真的真的是很惭愧 就是说 现在我们家住在五楼 80岁的老父亲还要这个爬五楼 这个进进出出 本来我是应该就是说能孝敬他 但是 曹姐 我觉得每个人在往前面走的时候 需要的是希望和想象 而这一点 您必须把它找回来 我会的 还有两盏灯 想问一下 这两盏灯代不代表一份工作 直接告诉曹霞 请 我觉得今天你没有白来 因为可能你在生活中 在回国的这段日子 没有几个人可以这么安静地 听你诉说所有的东西 最起码你今天把它说出来了 谢谢 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 没关系 谢谢 虽然遗憾了临场 但是他获得了 华图优质一对一 职业 测评 及训练 拿到求者能以上 面对一百家企业的求职者 可以获得小洋人集团提供的 妙恋职场大礼包 好 还有今天最后一位求职者 等待着我们认识他 好 还有今天最后一位求职者 等待着我们认识他 看看短片 性化字典上说 它是贬义词 例如行为异常 例如精神亢奋 例如极度狂热 例如极度狂热 疯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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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让你灭亡 必先让你疯狂 当然我们希望 他灭亡的都是过往 迎接崭新的职场 欢迎他 再多一点渴望 年轻就需要疯狂 疯狂 嘿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杨耀璋 我刚刚毕业于 燕山大学的 机械工程学院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 思维发散 然后行为诡异 甚至疯狂的 这样一个理工游舞 从小呢 就会迸发出一种 对跳舞的热爱 然后比方说 来一段非常劲爆的音乐 我就会情不自禁的 然后全身舞动起来 那就来一段 非常劲爆的音乐 谢谢了 谢谢了 只是随便跳一跳 然后今天来到这里呢 我希望找一份 跟互联网有关的 交互设计的工作 我希望心是五千五以上 好 来进入到职场邻居里 六号 天系永泰 陶亚东 杨同学 说实话 看了你的小片 和你开场的表现 我和我身边的小伙伴 都惊呆了 我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我不管 你是不是理工的游物 你今天来这儿 我们直直是一个 求职的舞台 就你觉得 为什么要在开场 要选这样的东西 展示给我们 你觉得对你的求职 有什么帮助吗 其实我感觉 表现出这么 不一样的状态 其实是更加体现我一个疯狂的感觉 杨章你好 你好你好 可能有些老师来质疑你说 在一个求职的舞台上 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生活方面的 或者刚才那样比较奇葩的展示 反倒我觉得这个形式挺好的 没有人 因为他在生活中是一个疯狂的人 他在工作中可以一如既往的装成一个特别正经的人 装不住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谢谢谢谢 7号加美口腔 张淼 我觉得你的性格还真是挺符合互联网的开放精神的 谢谢 然后那个我想知道你对交互设计师的理解是什么呢 其实交互设计做的是一个体验式的设计 大家都知道这个苹果手机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 山寨手机和苹果手机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便宜 对 是这样子 很多山寨手机其实把外壳也好 图标也好 都会做得跟真机一模一样 但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体验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在拿那个苹果手机的时候 做一个卸载软件的动作 我们会怎么做 就是在桌面的时候 对 是长按它的图标 然后那个图标在颤抖 然后再把它卸载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但是在山寨手机里头 可能就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说其实我们交互设计师 需要做的就是给用户更好的体验 好 先问一下各位达尔老师 对于杨耀璋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 经过了职场零距离 现在五秒钟的思考 先给到各位开始 谢谢 杨锦寅老师 17点灯的成绩还挺高的 是的 非常高 我其实不完全赞同别人对你的评价 仅仅是疯狂 我看到了你在生活中 包括喝水和休息都要定时定量 其实说明你还有一部分成分 是非常的克制 所以你是一个特别矛盾的综合体 你练就强壮的肌肉 可能也是在潜意识里保护 幼小和脆弱的心灵 谢谢 好 来 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杨耀璋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有关于交互设计师的 一个求知诊识 进入到职业正能量 来吧 你的show time 大家请看大屏幕 这个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 着重演示的一个 关于挑西瓜的软件 就是我们在吃西瓜的时候 挑西瓜的时候 总会想说这个西瓜甜不甜 到底熟不熟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西瓜带上来 然后我们具体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好 大家如果看不清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手机上面 然后就一个开始见面 开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测这个西瓜了 我们这样 响哥 帮个忙 滴个麦 我们敲了以后呢 出现一个126 这个是赫兹数 然后它落在的是这个 熟的这边 上面这个瓜还不错 我们再来试第二次 ok 然后第二个值是146 ok 看到没有 是世俗 介于这个生和熟之间 要不我们现在这样 还不是很熟 是吧 来把这个切开一下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 有哪些老师比较了解 世俗是什么概念 夏娇阳 你看穿的就像拜书的 我送 你上次老师也拿一块 还真的是世俗 我吃到嘴里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沙的 感觉是脆的 而且更关键是 你发现世俗的标准 让人家讲啊 看好啊 黑子白子都有 怎么打开怎么打开 开始 怎么没有反应 这个只能在西瓜上 因为脸那个频率范围不够 那个不对 跟西瓜频率还是不够 如果你的脸再脸皮厚一点的话 不好意思 我们试一下西瓜 打开了也能试 真的耶 只有西瓜上可以吗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 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 是希望就是说 把旁边一些杂音给去掉 否则要不这个指针 是一直在动的 那我想问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做这个挑西瓜的APP的过程中 你自己获得了什么可以支撑你这个职位的一些经验 其实做每一个交互 每一个案例的时候 我都会深思说 这个产品出来应该是怎样的 所以说其实交互设计跟其他设计最大区别在于 它会做一些很多前期的工作 比如说用户调研 市场调研 我们在思考就是说 这个软件是真的是拿来用的吗 因为它的准确力不够 所以大家可能只是拿它来娱乐 12号 雅致人生杨鹿 我觉得从开始你的热情力 你的自信力都非常的好 甚至超越你现在选择工作的 包括你的表达力 还有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可以成为传奇的奇葩 这是我对你的认可 谢谢老师 幻语 虽然刚才讲这个软件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显示出 你在这个软件的过程中 你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那么作为一个企业 我为什么要用你 如果你只是以刚才的状态 就让我们所有的达人来说 给你一个职位的话 我觉得可能暂时还不够 17号 学友员唐嘉贤 第一是你善于学习尝试新事物 但是有更可贵的一个品质 就是你能够专注进来 所以能看到你的兴趣广泛 也能看中你专注于某一点 好的 谢谢老师 经过了职业正能量之后 我们要问一下 现在还有17盏灯 各位当然老师 对于杨耀璋的第二次判断 会给他什么样的成绩 现在第二轮思考开始 梁静老师 刚才在这一轮的阐述中间 我觉得你特别地精准 而且专注 对工作的态度要疯狂 但是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理性和克制 所以我觉得你这点你做到了 谢谢老师 来 进入到折面新未来 第二章 来 其实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做事风格和方式 认为特别疯狂 有个时候甚至就是工作状态 到一种局势的时候 大家觉得很烦 我自己也觉得有个时候 我不能理解自己 为什么会保持这种状态 有可能是这是上天给我这个礼物吧 需要我这样的活着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啊 所以我觉得我保持这种心态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认可我吧 谢谢 邀将 有一句话就是说 艺术的最高的境界 是在于控制与失控的边缘 然后我觉得可能 人生的境界也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你的状态挺好的 支持 谢谢老师 杨同学 就是我在这儿 还是要反对一下前面的达人 我觉得你们夸他 夸得有点过 就是说我觉得生活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在职业里面 你要扮演的是你的职业角色 OK你是一个交互设计师 那你的交互设计师 允不允许 你要这样的性格的套用 OK 对 好 现在最后一轮次考 对杨耀璋 请 谢谢 好 那我问一下 现在有八家企业 为耀璋留灯 八家企业 有没有份合适的工作 是提供给他的 请直接告诉他 谢谢 为什么这是 夏娇阳 我觉得 要这样不是你不精彩 你刚才 灯啪啪啪灭掉的时候 观众 哇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我分析的原因是 刚才留的 留的 为什么这是 夏娇阳 我觉得 耀璋不是你不精彩 你刚才 灯啪啪啪灭掉的时候 观众 哇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我分析的原因是 刚才留的 八盏灯 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没有那个岗位 这可能是首要原因 不是因为你今天 在这里表现不好 耀璋 你会有一点遗憾吗 现在到目前为止 没有遗憾 再次谢谢 为我们节目的喜欢 谢谢 谢谢 虽然遗憾 但他获得了 华族优质 一对一 职业 特别 及训练 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新西兰专场 即将启动 我们的导演团队 会去到新西兰 将会把直来球网 更多的好机会 留给在内边 球学的同学们 记得关注 好 我们下期见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今生没有地平线 在日落的白面 在元朗的大街 都是我心中最美的乐园 我相信自由自在 我相信希望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当生活更新鲜 每一刻都精彩万分 我相信我相信 我相信偏识 by bwd6